15号台湾卡拉斯终于来了 不过这是一个短命的台湾系统 首先要订阅竹琴的频道 还有关心竹琴记得按照分享订阅 打开小铃铛哦 记得强烈推荐 继续玩播哟 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目前的位置 是在东京135度 北北31度的地方 离日本只有200公里 因此它很快就会登陆日本 但是登陆的地点就会不一样 有可能绕着这个很多的边缘 意义实在 爱之线是金刚附近登陆 也有可能稍微偏别一点 只要登陆日本 算是 目前它中间计量只来到99800 平均出路很快 多少呢 每秒18米 但是它是中心时速是55到65之间 原本有75有9级 但是它现在只有8级 所以它走得不住还是很快 所以每个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 因此它在今天晚上就有可能登陆到日本 当然是这个是个短命台风 登陆之后它还是往东北方向去 当然过去之后就会到东京附近 所以这个台风系统对我们没有什么没影响 最主要的是 95W是不会形成 主要台风 那么容易就是澳陆台风 它走得往上偏向西 会一直朝向菲律宾过来 这里的海温非常适合台湾的发展 因此它在未来几个小时 就会发展成16台湾诺鲁 也就是澳陆台风 偏向西而行 直到菲律宾之后就会慢慢减低 但是它现在离菲律宾还有1000公里 以它现在的速度 每个小时25公里的速度 应该很快就会登陆到菲律宾 但是登陆之前它还是会形成台风系统 但是没有很大应该是90左右 这个台风系统对我们有影响 它会一直抽烟液到菲律宾 来到南海附近的 会变成一个热带型滴滴 当然会影响南海天气 当然是 还有一个96系统 就是随着这个方向一直绕过来 我们看到它的鱼系统相当的完整 但是专家机构预测 这个会慢慢的转向北方 来到诺鲁 还有随着我们以前的鲜南诺 然后呢 这个台风生长的地方 也就是蜂王形成的地方 但是它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蜂王呢 或是超强台雄呢 我们期待 95W会不会形成随号台湾奥陆呢 还有这个96W 会不会形成另外一个台风系统 没贵呢 点击收看主角星看下 细相看主角星呢 拜拜 记得关注再走哦 好